《創世電視》 《創世電視》將於7月1日播放香港性樂團的演出 《孟德爾遜及布魯克納的重賺》 今次特別請來來自多倫多Kindrick Spirits交響樂團 創團音樂總監以及樹琴演奏家 首次在香港演出一首新作 我們期待在香港演出這首歌曲 這首歌曲的音樂融合了中西的特色 還有一些彈的方法 學了古增、琵琶的味道、中國的韻味 配合西洋樂隊、世界音樂的感覺 後面是用了伊朗的元素 所以這首歌曲是世界大同的 不只是在中國、加拿大、西方 而是世界的文化 這首歌曲的角色會是世界大同的 很重要的 是我們在加拿大和歌曲的方式 一首歌曲 是在有一種風格的 風格來自拍攝 會採取正方式的風格 我們會採取正方式的風格 我們會採取正方式 《佛陸和高音樂盤的合作》 和阿菇、黃小和小和 極的歌曲 歌手和歌手 所以我們花了很大時間 在演唱過程中 以取得正常的風格 正常的方法 正常的顏色 以為我們能夠 提供正常的風格 鳳舞是由香港性樂團 音樂總監陳永華教授作曲 透過樹琴獨特的聲音 演繹鳳凰的美台 因為樹琴這個樂器的起源 源自中東 後來由中東一邊傳到 例如古希臘、羅馬 都有樹琴類似的樂器 在公元四世紀左右 就沿著絲綢之路傳過來中國 其實這個樂器 雖然各個有少少不同的 變了面貌 但其實是一個橫跨了 很多國家和文化的 一個很早年已經存在的樂器 另外我也想到 舞蹈鳳凰 就是東西方都有傳說的著鳥 當然並沒有一個真 東西方的鳳凰有少少分別 不一樣 但其實都是表示幸福 和一個肉火重生 亦都是代表跨文化 我很感覺這首歌是一個正能量 尤其是在每天很煩躁 就是在一個大城市 我感覺到香港 或者多倫多都是 無論任何世界 一個大城市的生活 希望這首歌是有一些寧靜 開始是很寧靜 而且真的是那種鳳凰 展翅 那種真的很舒服 很祥和的感覺 樂團今次演出的作品 還有布魯克納的謝恩讚美眾 以及曼德爾順的讚美眾 以宏偉和激昂的方式 表達出宗教情懷 其實布魯克納在歌羅西書 三章十六節都是這樣說過 當用各樣的智慧 把基督的道豐豐富的存在心裡 用詩篇讚美詩 寧歌彼此教導 互相勸戒 以感恩的心歌頌上帝 藉著這些優美的聖樂 去歌頌上帝 藉此和其他兄弟姊妹 彼此教導 互相勸戒 這是一件何等美 何等善的事 當然宗教歌曲 其實是隨著內容 有很多種不同的感情表達 可以有愛怨愛道 又可以很優美優雅 又很宏偉 今次這幾個作品 希望大家聽完 因為兩個都很振奮的作品 讚美 所以希望大家聽完之後 有一種宗教的 一種很正面的情懷 即使遇到很大的困難 你一聽這些音樂 你立刻覺得 任何灰心和失望 都會化為充滿希望 和一個真正的讚美